老闆 如果你被摸你會怎樣 我會接機會去摸女記者 對不對 就人家都不會說你姓騷 不過 你去摸摸看 我們話歸 看會不會 我們言歸正傳 你對老共的飛機 四面八方這樣包圍 然後這樣繞 這樣繞 你的看法是不是跟 去國政 或者跟其他民進黨的 這些人同樣的看法 我不是國防部長 不過總是 但你要講說繞政繞吧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對於軍方來講 他總是有個壓力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說就是要把 我有那麼膚淺 我有那麼膚淺 我有我的理論 這個理論就是說老共 雖然他這樣進來馬上回去 進來馬上退出去 他不會在線以內永遠留在裡頭 不可能留在 油料也不夠 他也有顧忌 這個跟季夏 今夏海面 其實是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今夏海面兩岸的人民 關係更密切 更緊密 所以更加不可以 往這個惡意的方向發展 但是台海四周 老共這樣繞 繞 繞 我的看法非常正面 為什麼 他無形中在幫我們劃線 那不是劃線嗎 他不敢進來 進來又出去 那不是線是什麼線 對不對 他進來又怎麼樣 你就要裝盡自強 你來 你來者自來 你乖乖的要回去 這種我們跟他 我們是跟他相處為零 他這個惡性難改 他又他大我想 我們這種看了以後就習慣了 不是說習慣了 就麻痺 不是 我們要養成免疫力 我以前就講了 台灣人民對老共 要養成印度人民不怕 細菌不怕拉肚子的免疫力 所以你來了 最後你會自己覺得 我是來無聊 我是要浪費油 我是要浪費珍貴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人民血汗的錢 所以後來平安撞 就是說好了 減少減少 但是他要減少次數 也要給他面子 我跟你講政治這一檔事 這個面子非常重要 你看那管閉人 我講一下管閉人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是小國 還是大國 我要問你 台灣是小國還是大國 小國裡的大國 台灣是大國 你知道嗎 如果以消費者購買指數來講 石油國家不算 台灣現在排名全世界第9名 多厲害 第9名 所以我們土地小 但是人民多 生活水準高 大國 所以有一天如果入閣以後 你要以什麼秩序 我是大國的重臣 大國的重臣要有格調 要有氣勢 要有底氣 遇到困難的事情的話 做得是要漂亮 人家像管閉人這樣 沒多久以前說像一朵白色的百合花 輕輕的扭轉慢慢的飄下 那是文青 也不是真文青 淚文青 年紀那麼大的還文什麼青 但是他現在用這個去摸人家 來證明我的血液 是有色氏37度 這叫輕調 你知道又是假文青 又是輕調 我跟你講老共聽得有一個效果 氣死 你知道兩條人命 換你這種態度 對不對 所以你回去轉告我好意 轉告我的老朋友 就是未來的總統 就他選人 除了要能幹以外 這種大國重臣的氣勢 不能沒有 大陣 我覺得把那 所有次移轉黃偉澤的壓力 這個掩申得太遠了 楊文科現在交保 但是金額不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基於同志愛 給他勝利一下 我覺得語情語理是可以的 但是我還是給國民黨 要小心 你不要坐過頭了 不過我剛才本來要 聲援學姐的 你把他砍斷了 你知道 因為你剛才就是要陷害他 你說這個是不是會把 這個案子被抹紅 他會陷害他 你就是要套他 說會不會變成抹紅 民眾黨的工具 王學姐 你不用擔心 我跟你講 這個抹紅的力道不強 不夠強 我跟你講 你們八個委員裡頭 處境最為難的 因為這個案子是陳昭智 因為陳昭智是勝利 我保證他的朋友裡頭 100個 有99個 反對陳昭智現在的立場 就是你面臨的問題 不 他比我嚴重 所以那天我們擦身耳過 他來接送你的專訪 我要回家的時候 我說陳昭智 你是要順這個機會要抵抖 因為你麻煩黨開始而已 以後是無窮無盡的麻煩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甚至把伊清 把這個健保都拉進來了 這個可以查的 我覺得要靠這樣為旁枝末節 來合理化他們的講法 這個已經民進黨是很脆弱了 很脆弱 但是這個問題你去好好想一想 這不是yes or no 不是可以跟不可以 是由六年變四年 差兩年而已 所以該來的事情 提早兩年來而已 就六年以後會出現的事情 現在提早兩年 所以就是往前走南部 這個沒差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國會裡頭 小牛 你應該該問的就是說 因為兩年 四年跟六年的差別 到底我們政府在這些陸配裡頭 找到多少供諜 找到多少對中華民國 不忠誠的陸配 這個才是關鍵 梁洛忍 主席 你不覺得這個新殼的小牛 真的很厲害 你剛才他講的何其周延 沒有漏洞 我覺得國民黨的大黨邊 傅崑起週末有空的時候 要去你辦公室討 他真擔待不及 我跟你講 這個卓冠廷 我再看不起的就是這種人 比戰狼還戰狼 人家包票投給國民黨 就是說小人 放棄了你原來改造革新的志願 你何必這個樣子 這個小事一樁 你要往正面解釋不可以嗎 你何必要這樣才能夠混下去 我跟你講 這次我平安講 民眾黨是可圈可點 本來民眾黨可以失分的 他一分都沒有失 太厲害了 為什麼 這當然是國民黨的操作 沒有小魚講得那麼美 我告訴你 那時候其實都要去講 這個初步的兩方的善意 我達到 善門離開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國民黨本來第一 基層是反彈很兇的 你根本就沒有這個基礎 然後他說讓一席好吧 哪一席 司法 法治不可以 這個限制條件越來越用 如果我們交給你成功 你願意接的話 將來是有條件 將來要繼續合作 講來講去 就是這個讓一席的東西 一點都不填 沒有填頭你知道嗎 柯碧 柯碧是坐鎮的 柯碧坐鎮在黨團裡頭 他隨時都會想 柯碧這個人 我們都曉得他IQ157 他的大智慧到底有多少 我們不變評論 但他小聰明是很多 我跟你講 柯碧的小聰明 國民黨沒有一個可以抵得過他 這就是說 講來講去 這個我如果把你刑起來 好處沒有 叫香港的 這個叫 你看國民黨 所營造的那個氣氛 還把他當作共識營的 第一案來處理 還表決 還10比5通過 所以這個算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就有名的故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接來之時 柯碧澤更加囤 更加中國的學問不好 他也曉得不值接來之時 所以他全身而退 沒事 沒事 但是國民黨我告訴你 我們的大黨邊 這上任也不過幾個禮拜 出手的那個東西也有七八個 沒有一樣是光彩的 每一樣都完全是土頭灰臉 然後他應該逗你不上公室 我有問一個問題 柯文哲也是你們台大醫科畢業 對不對 是的 他是第一年先考到陽明 是的 然後再考到台大 我不曉得是轉學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你是台大醫中保送台大醫科的 是的 他智商157你多少 我跟你講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師範學院 那時候叫師範學院 師範學院的實習生有到畢校 我們是男士副小做過IQ做 但是他做了 成績拿回去了 他沒宣布 所以到目前我的IQ是一個名 保持一個名不錯 我也住台南 我聽說男士副小有一個學生 智商257這樣 我想是 沒有男士副小草咖啡館 就是一個idea 一個構想 我想會成功 因為當地一定有足夠的人 有這個熱心 就是先開個咖啡館 有人聚集 我是懷疑他的真的 在散佈民眾黨的基礎 擴充他的實力的效果有多大 這個不用我們操心 這個學姐操心就好了 但是你剛才講的這些很重要 但是你剛才講的有一點亂掉了 所以我不惜再講一次 這是昨天他在偉翰的節目講的 我再綜合一下 分成三點 第一點 要分就分 要合就合 不要搖擺一事無成 第一點 很清楚了 第二點 馬辦的那六點共識 如果重來 我不簽 我不簽 就是說當副的藍白盒他不要了 第三點他說2028年的科癖 現在更用 更改變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再花200億也動不了我 你曉得他的心目中他的敵手 他的對手是民進黨 因為只有把民進黨搞下來 他才能當總統 你國民黨 我為什麼要再唸一次你知道嗎 我現在再唸一次的原因 就是要提醒朱主席 提醒這個胡錦奇 提醒一些當初在馬辦那個地方 聽到柯文哲說答應什麼 答應這個就馬上 鼓掌通通說讚 讚 讚 到頭來被柯文哲耍得吞吞吞吞 我跟你講大選之前的藍白盒 跟現在大選之後 在國會的藍白盒是不一樣的 我一直講這是不一樣的 大選之前是侯有求以白 結果求人家的 就被人家玩成那個樣子 現在大選以後是藍的不求白 應該除了傅崑奇以外 但是白的其實很多地方 需要藍的有一點就是說半個忙 但是也不一定非要不可 所以綠的 白的 白的這個腳步站得非常穩 但是柯文哲這三點聲明 親愛的朱主席 你IQ更比較壞 也痛苦 也要記起來 不要再糊塗了 因為2028年沒有郭董了 同意吧 大家同意不同意 2028年沒有郭董了 柯文哲講得這麼清楚 不是三角都是什麼 你不好好搞 我跟你講盧秀燕 一點希望都沒有 老陳秩序是房地產專家來共 是的 我告訴你 我姓叫美國 美國優美的地方有關房地產 就是說你買那個condo 在美國我們叫condo condominium的簡稱 30層 50層 新蓋的 你買了以後 我保證你只要提著皮箱 進去就可以住了 為什麼 他天花板做好了 地板做好了 不像我們這個叫裸屋 你知道嗎 你進去什麼都沒有 毛培屋 毛培屋 你不能住的 而且他們不但有地板 有天花板 而且電冰箱 洗衣機 烘乾機都有 什麼都有 它叫furnished 我們這個都沒有 這個還沒有關係 你想我的房子 我來台灣只買一次房子 而且都沒有賣過 我就算是七年前買的 那個時候還算是老 算是老屋了 那個時候的建商 還有一點良心 建商越來越演變 建商就等於建商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你講 蓋房子算是在台灣 很容易賺錢的一個行業 但是他們每蓋好一棟 就換個名字 變成又另外一家建商 有的這樣 不是全部這樣 不是 我當然不能講每一家 像國泰富邦什麼沒有 而且這些奸商 最後都不得好下場 因為知什麼 知誰知 知誰知味 所以要吃到 吃到白天氣 所以你看我那個房子65坪 樓宋樓的部分不算 你知道多好 樓宋樓不算 還有我的公設14% 14% 14% 35年的房子14%的公設 所以現在以前公設都在15左右 現在變成35 40 這個是妨礙都庚的一個 最大的障礙 比如說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的房子35坪 35坪公設14坪 14% 你說大家來討論 要不要都庚 他說都庚了以後 你給你35坪 但是公設40% 你說我是剩多少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改變 然後這個 我跟你講 林又昌就是外行的 做內政部長 對這個房子是外行的 他就撿那個容易做的地方 但是不切實際 他選了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說 車道 車道 如果你沒買車位 這車道你不用負責 後來他們這個建商就講 這個車道將來就變成 只有地上泉 而沒有磁分 沒有磁分的話就很麻煩 還有第二個他講究的是什麼 電梯 電梯要排除在公設之外 那個影響也不大 電梯本來最大的麻煩 就是說如果沒有電梯 要改成有電梯的話 一樓要不要負責 要負擔 這個才是最大的 一樓都反對 對 但是我覺得台灣不改則已 台灣的房子 真的毛病實在太多了 但是政府不敢動建商 因為建商是選舉的 這個時候捐錢最大的來源 我不曉得小努 你有沒有收到他們的捐款 沒有 真的 厲害 老嬸 不過原來公設比那麼低 後來搞很高 政府也有責任你知道嗎 政府有時候規定 你非要做這個 非要做這個 才搞得那麼高 那我回答你這個問題 美國難道沒有公設嗎 美國的公設非常的豪華 什麼聽 什麼聽 什麼游泳 什麼都有 完全通通100%排除在外 那個都不算 你買的就是20瓶就是20瓶 70瓶就是70瓶 就是你買的是10瓶 但是那個10瓶每一瓶 價錢就高了 建商才那麼笨 他一定把全部算在一起 然後去平均